路数被强风吹倒 压坏路边填放的一排车辆 马娃台风以每小时230公里的风速过近关岛 破坏性的强风豪雨过后 关岛当地满地狼藉 马娃台风的状况 其实在昨天的这段期间 它有稍微的减弱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岩墙 开始出现一些岩墙置换的过程 所以它的强度上面有些微微的减弱 可是接下来期间 预估在我们接近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属于一个强烈台风的状态 所以这一点它的环流上面结构 也是会比较扎实一点 它还有在发展的空间 气象局指出 马娃台风虽然周三强度减弱 但接下来两三天强度仍有增加趋势 是强台等级的台风 要一直到接近旅宋岛及台湾东南方位置时 预估强度才会再减弱 目前台风路径稳定偏息 不排除下周一后 有可能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目前的官方路径确实 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影响的期间 主要还是以下个礼拜为主 所以这周没有包含到 只不过这个时间非常的浮动 因为其实这个路径 有往西往东 稍微偏移一点 那个时间会差距很大 气象局指出 下周一之后 才有几率发布海上警报 但因为时间变动性相当大 因此呼吁民众密切注意 气象局讯息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 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导